凯旋門啊 它12個車道啊 就是全部匯集在巴黎凯旋門 也是這樣子做 但是呢 這個規矩到了台灣之後 就一切就變得掉了 迂迴環其實是一個歷史相當悠久的一個 交通的一個設計 那它有三個好處 是其他的交通的設施辦不到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它是少數可以解決 多入口交會的這個設計 那當然啦 就是多十項的紅綠燈也是可以 但是效率就會比圓環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圓環因為它沒有耗製的管制 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的就是去疏通車流 尤其是那一些就是車輛比較少的一個入口 再來就是呢 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減少車禍的發生 呃 台灣以外的話是這樣子啦 通用的一個正確的圓環的一個使用方式 駕駛方式是怎麼樣呢 那如果呢 你今天是要右轉 那你就應該就是在進入圓環之前走外線 然後打右轉的方向燈切出去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直走 那你就是不打燈 然後到了中線之後 到了入口 然後你才打右轉燈去切出去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左轉 那你就應該是要走圓環的內線 然後呢 打左轉燈之後 並且在到了入口之後 才打右轉燈慢慢切出去 然後圓環內的車會有一個優先權 那因為圓環內的車如果它先進入圓環 然後有左轉或是直行的需求 因此右轉的車輛 在圓環外的這些右轉的車輛 就是要讓圓環內的車先行 那這個是全世界圓環的一個標準的做法 那你可以看到像巴黎凱旋門 它12個車道 就是全部匯集在巴黎凱旋門 也是這樣子做 但是呢 這個規矩到了台灣之後 就一切就變得掉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新竹的圓環 大家是怎麼走的 你看一下這個就是騎車的 它要的就是在左轉 然後它繞了一大旋之後 它竟然從頭到尾就是在最外面這樣烤一圈 那這個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我阿羅請自來試給你看 就是你如果就是一直在外面這樣的靠一圈 不去分你到底是要走圓環的左邊 還是圓環的右邊 然後你就一直在外面的騎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會一直跟其他的內線的車輛死亡交叉 因此這種行車的動線 你基本上就跟我們常見的那種 無敵大外切這樣子 就從外線直接左轉一樣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違規的行為 這個東西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都是非常嚴重的違規 那但是是什麼造成它這樣子騎 那其實就是台灣政府的 就更盲目爛色的進行機車嘛 你告訴我 你要怎麼樣遵守圓環的這個繞行的規定 然後呢又不同時騎上進行機車呢 不可能嘛 那其實我們公務總局就非常非常屌 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嘛 那就是做 切個實體分隔島吧 結果做了實體分隔島之後 那外線的機車這樣子的老 你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會跟那些機車撞在一起啊 那怎麼辦 沒有錯 大家就知道啊 下一個是什麼 就插紅綠燈嘛 紅綠燈插下去就是什麼 我們在台北仁愛圓環對不對 那結果你看台北仁愛圓環啊 它就要機車要過一個簡單圓環 它要等什麼 等三個紅綠燈 那不過 剛剛講的就是東門圓環啊 這些其實都還是小意思 那今天這個事件 它真正的主角 就是台北公館圓環 好那它有進行機車就算了 然後有實體分隔就算了 你看到喔 它很特別喔 它有一個橋墩 然後裡面 只有最內線寫進行機車 然後它就插了一個機車的一個指向 就是你要騎這邊 結果這個圓環啊 超掉了 還可以給你設置一個帶轉區 這個帶轉區啊 還劃在就是外線車道的一個行車桶間上 那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要這些摩托車去給車子裝 對不對 那像這種碟床駕物 就是搞同向分隔島車流這個圓環啊 其實不是只有台北一個 台南也是一大堆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交通規則 還可以跟這個圓環的這些設計相抵觸 你說這荒不荒謬 之前有一個車禍嘛 然後就是一台汽車突然從內線上衝出來 也是一堆新聞在爆說 噢不如你想像啊這樣子 好像台灣第一次引入這個圓環建設一樣 那如果你也是覺得台灣的圓環啊 就設計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奇怪 像世界奇怪一樣 那就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去監督 台灣交通單位的這種濫權跟態度 好不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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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